国际人权组织希望新西兰总理防花时 能够讨论中国政府肆意拘押少数族裔穆斯林的问题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计划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对中国进行访问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希望 它能像在新西兰强烈谴责烂杀穆斯林事件一样 对中国政府肆意拘押穆斯林的问题公开表达关切 并展开讨论 阿德恩总理应该利用他出访北京的机会 与很多国家的政府一样 对中国东突厥斯坦穆斯林遭受的前所未有的侵犯表达愤怒 他应该公开货与中国领导人关闭新疆的政治教育营 停止广泛的侵权行为 并允许独立的国际观察员进入该地区 在中国占领下东突厥斯坦的侵犯人权行为继续增加 该地区的人民不仅在集中营利受到欺恼和虐待 而且他们在家中也受到中国的统化政策 一段视频显示 在东突厥斯坦伊林哈萨克自治中 一名哈萨克斯坦人试图记住中国国歌 尽管他有语言很难 但为了避免入狱 他试图记住歌词 这一幕再次见识了中国该地区的暴行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哈萨克共和国支持中方在东突厥斯坦 针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压制行动表示感谢 在东突厥斯坦 中国已将近100万名维吾尔哈萨克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其他民族人士 关入在教育营 王毅在北京会建造坊的哈萨克斯坦外长 阿塔姆·库洛夫时指出 中国在该地区依法采取的去其端化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中方感谢哈萨克政府对中国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近期中国当局打压宗教信仰称升级巨象 广州官方近日出台相关规定 举报家庭教会等人或组织 最高可或万元的资金 广州市人民宗教事务局发布的通知称 将对举报所谓非法宗教活动的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金钱奖励 金额最高为人民币一万元 通知称此举是为了所谓的制止非法宗教活动 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会议在图尼斯举行 反对和谴责特朗普政府有关格兰高地的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正式承认 以色列对格兰高地的主权 与此同时 约丹民众举行抗议游行 以反对特朗普的决定